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罩的人 因此对于我们究童来说 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若是我们愿意将这件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 我们必定能够从神的角度去视察的时候 我们必定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获得任何的益处 这是神的应许 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祝福 愿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常常去默想这样的话 能够活出这样的信仰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十一章 二十五到三十六节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树木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就着福音说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 就着简选说 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你们从前不顺服神 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 你们倒蒙了连续 这样 他们也是不顺服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 现在也就蒙连续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 特意要连续众人 现在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一章 二十五到三十六节 我们首先来看第三十二节 在这里圣经记载到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 特意要连续众人 好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今天特别来摸一下这个连续 这一个单词 我们知道上帝将众人圈在不顺服当中 这句话也许不是很好理解 我们绝对不能够理解成 上帝自己在给自己做游戏 为了施予怜悯 他故意让人类深陷于罪中 我们绝对不能够去这样理解 我们首先要知道 罪的定义不是以人的标准来定义的 不是说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角度 我们自己的知识来定义 什么什么是罪 罪的真正定义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定义的 按照神的角度来看 离开了神 这就是罪 离开了神 这便是邪恶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上帝 所有的人都说我不需要上帝 因此所有的人都陷入到了邪恶当中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无需要去争辩的事实 不是上帝要离开我们 乃是我们高呼 我们不需要上帝 我们离开了神 因此 上帝以怜悯 想要去重新恢复 恢复与人类的关系 这是因为神的爱 出于神对我们的爱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 在拿破仑统治的时代 有一个年轻人 他因为触犯了法律 在当时的法律制度下 要被判处死刑 这位年轻人的母亲 获准来到王面前求情 拿破仑说 这已经是第二次犯罪了 按照公义的律法 他必须被判处于死刑 然而这位母亲却说 我不是求公义 我乃是求怜悯 拿破仑王说 但他不配得怜悯 这位母亲说 陛下 若是他配得怜悯 这就不是怜悯了 我要的只是怜悯 拿破仑听到的这句话以后 觉得很震惊 也很奇妙 因此拿破仑说 好吧 我就赐予怜悯 如此 这位年轻人便得到了赦免 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也可以反思 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身份 我们每一个人都离开了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了死亡当中 只有神是永恒的 离开了永恒便是死亡 离开了永恒便是短暂 这也是一个无需要去争辩的事实 每一个人出生以后 直奔一个目的地 那就是死亡 那就是坟墓 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在短暂当中 都应该在地狱当中 我们根本配不得天国的荣耀 然而神怜悯了我们 这是一个奇妙的恩典 因此弟兄姊妹们 神既然能怜悯我们 使得我们能够 重新回到神的身边 因此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与神的怜悯合一 我们思考一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是否能够去怜悯 那些犯错的弟兄和姊妹 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需要与神这样的属性合一 神既然赦免了我们 若是我们不能够去赦免 我们的弟兄和姊妹 我们也知道耶稣说 这样的人也配不得神的赦免 因此怜悯是一种爱的体现 我们需要给予他人 多一点点的宽容和怜悯 少一点点的批评和指责 这样我们会得到更多 会得到更多生命的益处和祝福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三十三到三十六节 在这里圣经记载到 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事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 无限的智慧面前 无限的能力面前 我们的知识和智慧 那几乎等于是无知 上帝太伟大了 伟大到我们无法去想象 上帝的智慧是何其的丰富 何其的深奥 我们无法去理解上帝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然我们能够理解的 只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 这一部分 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 约伯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 他在信仰的层面 可以说是完美的不得了 因此他无法理解 自己受到的苦难 所以他与上帝争论 其实整个约伯纪 我们纵观下来 可以发现 这并不是在讲苦难的问题 这是在讲一个公义和不公义的问题 约伯觉得自己太不公平了 我凭什么要经历这样的苦难 我是一个义人 我是一个在宗教信仰方面 这么虔诚的一个人 我为什么却受到了这样的苦难 然后神说了什么呢 我们如果总结上帝对约伯所有的对话 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两个字 闭嘴 上帝其实说这样的话 是要显示出约伯根本就没有权力 约伯根本就没有能力 与上帝讨论公义的问题 因为他在神的智慧面前 知识面前 他太渺小了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公义 他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不公义 使徒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的诉说神的伟大 我们不要总觉得我们自己知道的很多 我们不要总觉得我们获得了PHD学位 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知识 我们就高高在上 就站在知识和智慧的顶端 当然了 真正的这样的一个PHD的开始 只不过是我们去寻求真理 我们去理解知识的一个开始而已 让我们能够去感觉到其实 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神也是将这样的智慧能力启示给我们 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懂得去敬为神 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确的确很渺小 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确的确很无知 我们在面对这些我们无法去理解的领域的时候 我们唯一的需要做的是 对上帝产生敬畏之心 弟兄姊妹们 敬畏神是我们的信仰 古代伟大的以色列先知们 他们在描述自己信仰的时候 他们都是说 我是敬畏约和华的 敬畏是真正我们信仰的深度和精神 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根本就不敬畏神 他们担着人一套背着人一套 他们在宗教信仰层面看似很尽限 但是在生活中却是一塌糊涂 我们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 很多事情很多东西 我们都无法去掌控 无法去预测 不要以为我们知道的很多 我们也不要随便去嘲笑和轻看一个人 我们要谦卑自我 敬畏神 常常思考神的伟大 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以这样的身份才能真正去侍奉神 我们要弯掉社会所赋予我们的身份 我们只要记住我们唯一的一个身份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爱我们的主耶稣 主啊 我们今天通过圣经再次看到主你的伟大 再次看到主你的奇妙 我们人在主你的面前 我们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知识 在主你的智慧和知识面前 我们其实等于无知 主啊 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渺小 主啊 也通过这样主你的伟大 让我们能够心生敬畏 能够敬畏这位创造天地的约华上帝 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也能够常常地表现出这样的敬畏之心 让我们谦卑自我 让我们去常常看到别人的好处 别人的残处 而不是高举我们自己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神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